欢迎来到我的财经频道 00713元大台湾高股息低波动ETF是我的存股名单之一 分享我投资00713的三个原因 原因 00713元大台湾高股息低波动ETF追踪台湾指数公司 特选高股息低波动指数 从台湾前250大市值公司股票中 选取高股利 营运稳定 高权益报酬率 ROE 与股价波动低的股票 共计50档 个股权重上限为10% 另外当个股本益比来到偏贵的位置时 会透过成分股调整 买低卖高 降低下跌风险 同时会要求个股间要有低联动特性 以达成ETF低波动度的诉求 今年00713成分股中的AI概念股股价大幅提升 不符合00713低波动的特性 便被卖出获利了结 换成近期高值利率股价又跌深的个股 原因2 从报酬率比较 00713从年初到9月22日的投资报酬率为27.57% 过去一年的报酬为23.91% 过去5年的报酬为46.84% 而006-208从年初到9月22日的投资报酬率为14.17% 过去一年的报酬为11.3% 过去5年的报酬为40.95% 00713的报酬高于大盘型ETF 比较2022年的年报酬率 0073为负7.25% 006-208为负21.46% 0056为负17.76% 00878为负9.85% 由上述可以看出当股市大跌时 00713的跌幅比大盘型ETF006-208 和高股息ETF005-600-878少很多 符合指数所追求的低波动特性 从值利率来比较 00713在2022年配息2.9元现金股利 年均值利率为7.11% 2021年配息3.15元现金股利 年均值利率为7.58% 而0056在2022年配息2.1元现金股利 年均值利率为7.17% 2021年配息1.8元现金股利 年均值利率为5.42% 00878在2022年配息1.18元现金股利 年均值利率为6.75% 2021年配息0.98元现金股利 年均值利率为5.41% 由此可见00713在高股息ETF中值利率表现得很好 原因三 根据台湾证券交易所统计 2023年8月并且定额交易户数排名 00713排名为第五 作为整体投资组合的一部分 加入00713高息低波ETF 可以降低市场波动的影响 提供稳定的现金流 00713与大盘型ETF006208 00692作为投资组合 可以有与大盘相似的报酬率 00713与高股息ETF0056 00878最为投资组合 可以产生5-7%的值利率 实现月月配的组合 每个月都会产生现金流 投资00713可以使用定期定额 加上逢低加码的方式来累积张数 以上数据 参考UO财经 以上内容为个人观点 非投资建议 如果视频内容对你有帮助 请点赞 订阅与转发